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拿什么钱 拿自己的钱买 拿自己的钱买 我们接受各种制服方式 对 剧组经费有限 已经开始 这不是来挣钱了 已经开始掏钱了 你知道 这是 这是真金的吗 你看这都有宝贝在旁边 我估计这确实就是真金 我的天哪 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金金条 你等一下 我先跟这金子我拍张照片 这个是 4000 4000能买多少根呢 20根 20根 20根怕不够吧 好 转账 我的天哪 我还第一次拿这么多金 现在你可以在对面的照片标准 选择一个人作为你的财务总监 这次的目的其实并不是说选谁有多厉害 选的是谁可能够聪明才能够帮你把钱保住 所以我觉得首先你们两个最有希望 哎我们是最保不住钱的啊 他们选人的依据是吗 他就看这个资料看你的经历 还有可能是选绝对是适合投资合作伙伴 有可能是选性格比较和谐的吧 财务总监我觉得和解特种兵狙击手 这可以啊 以我们以往路的金条来说 这个能保证金条的安全是第一重要的 我选和解 他真的真的很容易被选 肯定的那么壮 我觉得下一个肯定是你 不一定不一定 方老师你好 哎呀又见到了英俊帅气 有你在我就觉得特别放心你家了 这金条交给我你放心 保护你的生命同时保护你财产安全 妥了妥了 有你在金条在你放心 就这样了 我们过一会见 一概说买了黄本 买完了 买了买完了 嗯 买多少 买了一千百 哎呦文艳文 买了些许 我选择的是黄博 因为他既然选择了我 我相信他像战友一样 把自己的后背交给了我 在我的努力和协助下 我相信他是最后的赢家 所以我们投资自己 才是最靠谱的决定 黄金 哇 真金 给兄弟们分点吧 我是投资委托人 我要为我的投资人负责 你看 不要着急 你们都会看到金条的 哎呀 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吧 可能实力比较强的 这对金条多一点吧 啊 哎我被选择以后 我还要投资别人的 那你你投资谁啊 这是一个秘密 我本以为我们应该六个人 是在一个战线上的 现在有可能六个人 并不是在一个战线上 等第二个人进去出来 就知道一切是怎么回事了 好不好 因为每一次我的那个黄金 都拿最多的你知道 所以现在我要变聪明一点 黄博买几根 无法别透露 我买 我买一根 可以 小猪就选小猪 好不好 我觉得ok 你看吧 就说选你 你看就说得选你们俩 我回来告诉你们 你要结盟的 又先说好啊 我能够帮你做什么 我希望你可以帮我保保管好 有任何人要抢的话 帮我顾好他 放心 我是你的资产管理人 拜托了 没问题很重要的 谢谢 好没问题 好了 搞定了啦 又拿的最多的是吧 没 可以说你拿几个吗 你拿几个 我跟你说我拿了四十个 我要将这个 肯定是投给红雷哥 因为我觉得可能 不按套路出牌的人 赢的几率会高一点 ok 像红雷哥这样的性格 他是那种勇于去创新的 勇于去尝试的人 所以呢 呃一旦尝试了 才会有所得 高风险代表着高收益 所以我选择的是红雷哥 有没有效率很高吗 见到人了吗 他说没见到这人 见到这人了吗 我不能说 哎呀 什么意思 刚他进去的时候说 兄弟们 我去跟他打探一下消息 现在看起来 我们是一类人了 哈哈哈 这假的吧 哎 这个是真的 行 我我先来识根 凯杰吧 人工智能 我觉得这个是趋势 掌握了人工智能 可能很多方面的问题都能解决 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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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信哥 所以今天你先帮我想办法 就是 什么办法 这是我买的四十根金条 好 你给我收好啊 没问题 一定记住除了我之外 其他谁也不能看 放心 迅哥既然选择我 我一定不会辜负的 行 好你就靠住 哈哈 出来了 哎 你们几个能不能透露一下 里边都怎么回事 说说呗 选钱选人 选钱选人 他买了二十根 他买了二十根 他买了十根 你呢 我能说吗 我都判断出来了 他应该买了五根 我没那么多钱 这是一份保险对吧 所以保险的意义是对冲风险 所以按理说 应该选择最有可能获胜的人 但是 资本市场其实靠的不一定是技术 所以这时候与其随便选一个其他人 不如就选我自己的委托人 作为受托人就应该忠诚一点 投给同一个人 其实是一个表面看上去很愚蠢的做法 那如果我投给小猪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 那就是在场上 如果这两个人对质起来 我帮谁 我不知道 我可以让小猪赢也可以让王迅赢 那这时候我就会纠结 所以与其说 让我在场上的时候 有这种纠结 然后不明确 这种不好的心态 我觉得不如说 ok我断了所有其他信念 我拿到王迅的钱 我就投给他 这样子 其实我是帮他帮到底 那我就牧春吧 你好 幸会 幸会 我箱子交给你 好 密码是000 那我走了 好 咱们合作愉快 好 你记住 那个选那个千万别选松轰 别的都可以选 好 我就觉得小猪哥好像 平时都不按常理出牌 然后在每一个环节 都有可能做出极大的翻转 所以我要选小猪哥 好了 我为什么投给小猪哥呢 因为我觉得极限挑战 是一个非常千变万化规则的 这样的一个节目 而且有时候你靠智商 靠体力都不一定能获胜 那小猪哥也是一个千变万化的人 因为他 经常会很无厘头的做一些很搞笑的事情 而且他不怎么在乎输赢 所以我觉得 反而是这种人有可能 胜算会大一些 所以我投给了他 其实我最好奇的不是谁选了你 我最好奇的是你选了谁 我选的都跟你们不一样 我跟你讲 今天的金价大概350左右 15黄金 那我可赚翻了 我都要了 好 68针全满 13,600 现在还剩两位 您可以在当中选择一位 作为您的财务总监 我选齐寒 杨齐寒 你好 你好齐寒 咱们俩现在就合伙人了 对 合伙人了 那我就 郑重的把这个 我一定不辜负重拖 68根金条 妥了 洪雷哥选了我当委托人之后 我第一反应就是不要把金条 投资给张艺兴 因为我知道洪雷哥一直跟 张艺兴关系都很好 所以他肯定也会想方百计 希望艺兴能赢 所以我想既然是被委托了金条 那肯定就是委托了一份感情 所以就争取投给张艺兴了 进去的时候是一圈二白的 出来的时候每人身上都有多少根金条了 哇 哎哇 好 专门 啊 干嘛 哇 干嘛 这什么情况 干嘛 你们六个人的财务总监 和刚刚换的金条 将被暂时扣在这里 你们将前往一九八四年的月清 进行商战 当你们找到工作的时候 你们的财务总监 会回到你们的身边 在今天的商战中 谁成为最后的赢家 将获得所有的金条 记住 你们在一九八四年的时间 将会加快 从现在开始 每一小时相当于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小时一个月啊 哎呦呦呦 这快 老板 慢走 慢走 开放春风的吹拂下 敢为天下先的温州商人 率先推进市场化改革 温商大多白手起家 从供销员和生产商起步 以灵活的头脑和手艺 成为各个领域的带头人 温州人这个群体 当中很多人是具有貌系精神 互相执行 互相支持 在原来的洗工厂里面的经验 也到这里来 去目搜市场经济的一些规律 白天做老板 晚上随地板 这个景简节约 这是温州人特有的精神 今天极限男人帮 来到温州月清 这片创业的热土 走千山万水 吃千辛万苦 想千方百计 说千言万语 体会苦难和艰辛 收获成功与财富 展现那些勇于开拓的创业者们 闭入蓝旅的创业之路 哈哈哈哈 哎 几位客官拍卖拍卖 一开始玩这个了 怎么了 怎么在那边等我们来啊 啊没有我不知道你们会来 现在是几几年啊 现在1984年 1984年 你想不想我们啊 想啊 你刚才去哪儿了孩子 不知道我就穿越就被主过来了 你先别演呢 你说真话去哪儿了 我刚刚从云南去 哈哈哈 好 来说话 欢迎这位来到老月清城 老月清城 大约就在清末啊 明初的时候呢 黄山祖宅的祖辈们 就移居到了温州月清 把家业全部搬到了这儿 然后呢 现在的时间是1984年了 这么快 家里呢 其实呢该剩的也不剩啥了 看就还剩一个老宅 完了之后呢 祖奶奶还在这儿 老人家还在 人家还在 好 走 走 真是个真是个真是个古宅啊 漂亮 这老房子真好 奶奶 奶奶好 你们都回来了 都回来了 奶奶跟你们说呀 现在是1984年的温州了 你们呀 到街上 到城里面去看看 现在温州的青年人呢 都在做生意 嗯 你们这六个孙子呀 奶奶可真失望啊 哎呦 你别失望 咱还刚开始呢 不过呢 奶奶倒是想帮你们一把 哦 奶奶还是有点积蓄的啊 别看咱们家有点救 哦 没事 我给你按着 您您您说 您说 咱家那点积蓄啊 嗯 我要给一个 最有能力赚钱的人 对 你们得证明 对 别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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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红雷 你们呀 赶紧 赶紧到桥头 走吧 那个人离市场 回来 还没说完 奶奶还没说完 奶奶还没说完 你们不是要赶紧去吗 听我说啊 孩子们 你们挣到的最早的一桶金 一桶金 赶快来找一碗 好 奶奶给你们准备好了衣服 好嘞 到屋里边去换上 好嘞 打扮它丽丽丽丽的 行 去找工作去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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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哎呦 我不用换衣服哥 你以前都对你进去混啥啊 你走了几年了 咱们不是刚见过吗 什么时候刚见过 上次拍鸡条的时候 你懂不懂的什么叫规定情境 Balance 张匹迪 我们是七几年遇到的 哥 我们七八年见的吗 八四减七三等于七八等于秒 奶奶 哈哈 七八年到八四年相差几年 八四减七十八 这账都算不过来我这房子呀 真的丢了 哎 就他人有时候自己带气质 你知道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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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上春做生意挣钱去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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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哈哈 等不到我把钱给你们 你把他奶奶都气死了 奶奶你听我说 哈哈哈 我家里表叔 哈哈哈哈 这不是练什么吗 数不清 你还不换衣服 没有大 来 那我们可以先走吧 我们走了 我们先走了 你们走吧 我们走吧 我希望你后面给奶奶留一点希望 您瞧好吧 我相信 咱们家会出人才的 会的 欢欢是奶奶的心胸肉 欢欢不骗奶奶 哈哈 电汉 木匠 都可以啊 瓦工你瓦工 哎 这些都我的活啊 你们是招这个招这个工人是吧 我们是 老板过来招呼 你们等着别人招 那那那我们自己也写一个 嗯 那我写一擅长的 那我写一擅长的 我擅长 电工 木工 我写一个字 做 做 哈哈 把你自写的 做上是 我还没写我想想做什么 做钢是吧 做饭 哈哈哈 给钱就干 给钱就干 你写啥 我写的是 唱歌跳舞钢琴吉他编曲做 哈哈哈没什么 你觉得谁到敲头过来找编曲 哈哈哈 你这写这个你适合你 立功 这全有 必须都会 全部都会 这不这咱这招揽谁呀在这 不是啊就等着啊 他等着等着 等老板等老板过来 老板啊 老板来了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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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小伙子是最有诚意的 不好意思啊 各位 走啊 哥们 给钱就走 那小朋友招工啊 小朋友找什么呀 谁会做饭 叔叔写着他 小朋友看看 厨师看到没 做饭 不但会 我还可以陪你玩 这位老板找什么 做饭 做饭 说 现在找谁 找黄的叔叔 你最后做饭 走了 就要你了 你看看 小朋友留什么挑他 我就写着做饭 他胖 肯定是个好厨子 看见没有 胖子肯定是个好厨子 你们四个都没找工作的 我先走了 走 宝贝 咱们去哪儿 去我家的千年老子号 千年老子号在哪儿 叫什么名字先告诉我 在脸上可以叫我叫小胖 小胖 你家在哪儿 反正跟着我走就行了 我起上 Veek 我起上 Veek 长得漂亮呢 长得漂亮 我讲得漂亮 老板 我漂亮吧 我这个 我这个 我漂亮吧 这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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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算不算 这儿呢 这儿呢 咱这不是有缘无分 咱下个什么 这儿为什么选你们 我一看 觉得你长得像我个同学的朋友的表弟 招工了 又来了 老板 我一看你戴着眼镜 我就咱俩又圆 好 这咱这么多人就咱俩戴眼镜 对了 不用说了 来电了 就叫你了 行了 咱走 好 我有了 好了 回家 回家 我们这个不整须的 戴雨绝对是最好的 好 要有一定的表演技术 可以啊 表演技术 可以摆造型 可以啊 那看 谁先要摆个造型 摆个造型 对 摆个造型可以啊 可以 这不妖的 可以 那要么你也来试一下 这是我随便一个姿势都是造型 对 他这也是造型 他肥眼瘦 他很随意 其实我觉得他真不错 别这样吧 但是我那个我们大老板说了 还有个条件 要长得帅 长得帅 这点您 这都不用看了 再帅聊吗 这个不好意思 我跟你说 长得帅 你 你听到对面了没有 那么多喊 你看把人给吓了 你说就这长啥 老板老板 啊 第二漂亮 那我要找第一漂亮的呀 第二漂亮是我女儿 你女儿没来是吧 她托我给您带口话 叔叔 说叔叔 相见恨晚 感谢你对我爸爸的认可 这种女儿带给你的话 感人 走了 走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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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呀 这剩我一个人了 我跟你说你们根本不用担心 也不用害怕 你知道吧 有时候人生的机遇就是 到最后一刻才会给你们 怎么可能就剩下我了呢 啊 从才能才华 能力 所以说有的时候啊 运气啊 也挺重要的 是吧 对 把沐鱼混沌 对 我爸是个哑巴 今天我招你来 就是为了替我爸工作的 所以说你不能说话 你要说什么 写在上面 哦 好的 好 那去看看啊 汪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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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然 汪当 依然 好的 放点盐 好 嗯 tell the first question 蜂蜂蜂蜂蜂蜂啊 大 对 头发在那个花瓶上面 对对对 这怎么了 老板 加什么麻 小朋友再多赚钱 可以吗 你看你在这种无聊 又想多赚钱 这样吧 唱坏歌会喜欢吗 对吧 老板 你要唱歌的话 那个琴一个另外费 那要付啊 我给你三毛钱提成 太少了 门票给你提成 唱首歌再给你每首歌三毛钱提成 不少了吧 这什么 点颗的啊 不是有些歌我根本不会啊 呃没事我相信你的天赋啊 就这样啊 哎 疙瘩我 我告诉你 在博弈唱的歌的疙瘩里面 你就只能用掰的 哈哈哈哈 我家呢就是 卖马奶的 知道吧 看到了啊 哎 你看到了吧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个一碗马奶 咱们可以卖十块钱 你要做的就是 卖马奶啊 但是呢 我有一个要求 不能卖给八岁以上的 人啊 这个马我要交给你一个月 但是呢 你得给我五十万年的租金 五十万元租金 哎对 他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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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干嘛 咱到那儿就知道了 是吧 环境优秀 坐北朝南 冬暖夏凉 哎呦 真的是非常好 而且工作轻松 是吧 而且利润空间非常大 利润空间很大 真的很大 适合我 适合 对 哎 到了 咱就到了啊 你看 怎么样 在咱公司这排场 啊 哈哈哈 老板 坐北朝南 啊 冬暖夏凉 好来你就在室内啊 你这 你别小看这摊 哦 这真挣钱 真的 您卖出去多少 这钱 可都是你的 都是我的 都是你的 哎 但是我赚什么呢 你赚什么 我赚的就是 咱要收摊的时候吧 嗯 我得收你一百块钱的摊位费 一百 哎就一百 有点高 但是这东西好卖啊 你知道你就不 我把这个公司全权交付给你了 好吗 好嘞 好嘞 余老板 啊 你放心吧 馨哥 我干活是努力认真的 哎 祝您开业大吉 您赚钱就是我赚钱 行了行了 好嘞 行吧 好嘞 那我就把您这车给开了 好好好 哎呦 行吧 人也散了 那 就去看看其他人干什么活 看能不能凑点零工 洪林去哪了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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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 老婆 我和老板商量了一下 这样 那个呢 买衣送衣 买衣送衣 活 您也别挑了行不行 也别挑活了 也让您满意 算了算 可以 一个月多少钱 一个月 肯定满意 咱走 先试 先试一下 先试一下 博 我就觉得你都这样 你还讲啥家 我要是你真的 好兄弟 特别关心你 关心我 啊对 行 我们啊 别都不缺 就缺一个像您这样能够表演的啊 能够摆造型啊 当人体模特 博哥 洪雷哥 来我们这边看一下 哎呦 洪雷哥 原来在这等着 穿越了 等你呢 我们来 先化个妆 好不好 这是要干嘛 干嘛 您先坐着 我看那儿有轿子了 对 那个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 这是什么呀 台阁 乐清台阁 哇 这光着木头也挺沉吧 哇 老沉了 老先生我们试试呗 用肩膀是吧 是这样吗 我的天哪 是这样 嗯 这样扛啊 这样啊 反了 哇 这起不来 来来来 来我们赶紧把这个衣服换下 好不好 好 化妆化去 走走走 我那个指的这事挣钱呢 对 我真的 老挣钱呢这事 先把妆化去好不好 那先我咯 对 谢谢您 好吧 我帮化就行了 他这叫做牛魔王 他牛魔王啊 那个牛魔王其实就是两点 一个呢 哭出眼睛还有鼻子 对吧 我们来再接上化 好吧 好 来 我们把这个拿过去 我们去接上化 我跟你说 其实就特别简单 特别简单 因为你底子好 你现在终于承认我底子好了 底子好 你会不会画 会 我跟你说 一下 绝对就齐了 我跟你说 我这真是专业化妆厨师 直接修出来了 我知道 这几个孩子一笑 画的就不错 对不对 是牛魔王吗 反正铁颤公主就不敢回家了 没红雷在底子 我跟你说 谁能画 这个装应该算是真是成功 好 来 我给你说绝了你知道吗 这真是绝了 您把他给带过来 给他介绍工作是吧 要不我这样 演你儿子行吧 谁 演儿子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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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孩 红孩 对 什么什么赶紧快搞快点 今天大仇冰朗 逊哥 有有有 你怎么在这 我这做生意呢 做买卖呢 你把钱给我了 然后你自己在这做买卖了 对呀 我们就是这样的嘛 我们干脆直接卖东西 你觉得怎么样 这东西这么多 干嘛非得抽奖呢 哦 对吧 哦 把这牌子立出去 哦可以可以 直接直接卖哈 我跟在你车后面 你在走前面吗 你这是会做生意啊 走吧 直接卖东西啊 本来老板告诉我们 你是卖抽奖的 在那一刻我们说 我们是卖东西的 其实只是一个观念上的不同 然后就发现 哎 买水好啊 买这个好啊 那个好啊 那多人就多了 而且他们就 有欲望了 然后大家都过来 一哄而上的时候 那自然效果会很好 所以其实有那么一个转折点 嗯 黄灯黄灯哎 哈喽黄老师 哈喽黄老师 我是你的财务总监 老板我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什么 呃各位朋友 因为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店铺 维持下去非常非常艰难 一会儿呢 我们会玩一个猜硬币的游戏 猜硬币在你们的左手还是右手 拍一些代表出来 如果一会儿我猜对了 我不小心猜对了 就需要付给我一碗馄饨的钱 如果没有猜对 这碗馄饨就免费送给你们 OK了 好不好 好 先从你来 好不好 这个硬币你选择放左手或右手 放好之后两个手一起拿出来 OK吗 我想问你问题 都说不对就好了 在这边吗 都说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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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边吗 不知道 在这边吗 不知道 都说不对 在这边 来 哇 yes 来 当时在卖馄饨的时候 我就是会去 跟那些周围要买馄饨的人做活动 因为这是我擅长的 我只能把我擅长的这个领域 去贡献给他 当天就靠我们这个表演 挣了非常非常多钱 七十个 七十个 好 我先问你问题 准备好了吗 开始了 来 我太久了 可以了 这个硬币你选择放左手或右手 把我之后两个手一起拿出来 后来 你拿背后去 把他这么照我 我家传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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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快一点 我们快一点 快一点 我家传续 好 我们快一点 我家传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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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过来提醒你一下 已经打工有一段时间了 对 所以呢 我可以协助你收收钱之类的 我现在赚多少钱了 你要继续先用力 用力 好 好 用力 好 好 你们先开演出吧 哎 今天开演出 喂 你好 你想听什么歌 肯定听拼多多呀 拼多多拼多多 拼多多 想得多 拼要拼要拼多多 没有拼要拼多多 拼多多 来 时间到 时间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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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多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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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时了解小猪 他对数字啊 不是特别敏感 都是我在旁边提醒他 我说 哎 这个是你要得的 我帮他全部系下来 但他自己完全没想过 我真的挤不出来他的奶 是为什么呀 雨昕 这个挤得爽不爽 你会挤胆吗 对 你可以试试这样 就是每次往上推一下 就是把把他 把他那个里面的奶给 从上面弄到下面来 你去 你的感觉就差不多 我到现场的时候 然后雨昕已经在那挤那个马 挤了半天了 然后挤了半天 就去挤出来这么一点点 就一点点 然后呢 我就看 这样好像不太好 我说要不我来试试挤这个马奶 然后果然还是 还是我的手比较好使 就很快就挤了一小杯出来 所以我就想说 要不就我来挤吧 这样效率高一点 然后让雨昕出去卖 有没有小朋友 嗨 嗨 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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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小朋友要不要买马奶啊 要要要 要要 十块钱 十块钱 谢谢 对 这个马奶是只能 八岁以下的小孩可以喝 来 来 来 谢谢 谢谢 小本生意 哇 小本生意 小本生意 谢谢 诶 小徐 诶 第二杯已经出来了 来 来 这给我吧 八岁以下的小孩 多大啊他 三岁 马奶可以喝 要不要买一杯 还没吃过 十块 马奶 马奶还没有喝过 对 快 多多 快放一口 再一半点喝 没事 没事 你先拿着吧 这铁血 行 又卖了一碗 行了 还有刘海 还有的吗 挺好 挺好 刘海光一点 好了 好了 来 帮你起来 哈哈 这会儿 来吧 开始了 赶紧挣钱吧 绑起来 绑起来 等不及了 上哪儿下 先刘萌萌 这是风俗习惯吗 这是风俗习惯 一时一来 那没快 那没 那没 哎 上来了 哎 就是这这就 它是在上面 哦 哎 我上去坐在上面 还把脚包起来 固定在那脚上 哎 啥意思啊这是啊 这是包鞋带 哎 比薄一些起来 儿子 赶紧救为父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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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心好了 来 新娘 新娘 你 你 黄老师你 可以去找老奶奶拿回本金了 然后剩下的我帮你删后 因为我觉得你是个非常靠谱的老板 所以我更定了 好 谢谢哦 谢谢你们 又来了 一星 作为你的财务总监 有件事我得给你汇报一下 我们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除了你之外 一人给了一项精挑 但就我们俩没有 我就觉得这事特别不公平 就感觉他们一开始 就有很大一笔 创业资金 我们啥都没有 怎么办 那你说我们怎么办 艾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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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个挣钱吗 他也没说给多少 但应该是挣的 他们说你们有金条是真的吗 有 在哪里 在你的这个人 他没有 他没有 你没拿 没拿 停了 牛魔王 辛苦了 来 辛苦了 辛苦 表演了 我想问问 我们俩做完这个表演了以后 这是一个 风巧雨顺的意思 就是为月清的人民祈福 对很好 今天咱们俩不但完成任务 而且还挣到了钱 最重要的是 给月清人民 温州人民祈福了 真的是 今天这歌才特别好 好 我们今天来了月清 两个字 哥 中间是我 我们回去找奶奶结账去 走吧 好了 没了 没了 太辛苦了 这不错了 卖得很好 真是运势好 厉害 我就跟你说阳光产业吧 阳光太阳光了 奶奶 哎呀 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早 赚的钱了 赚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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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赚上我看看 给爹 那奶奶要问你 你说 你将来要是创业的话 你是用腿挣钱呢 还是用手挣钱呢 我用脑子挣钱呢 你干什么都得用脑子 这不是没话说吗 你必须得选一样 用腿那就是跑腿 用手那就是 手艺人 那我用手吧 你想好了 我想想 我再想想想想想 我用腿 倒是可以到处去玩 不对 这节目里头用腿到处玩的 可能性不大 奶奶我用手 用手啊 你决定了 你决定了 用手你可得是白手起家 要自己做实验 用手是白手起家的意思 对 奶奶奶 我就想多多回来了 进来吧 你准备将来 用腿挣钱呢 还是用手挣钱呢 用腿挣钱 腿应该就是要用跑 跑 跳 手 拿 给 我用手挣钱 用手挣钱呢 你要白手起家 你有信心吗 有 白手起家可以啊 你如果想好了 你就从那上楼吧 怎么样 哪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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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哪吒 行了 过来跟奶奶说吧 行 今天去台阁去了 那你一定挣着钱了 那挣着了 如果今后让你去挣钱 你是准备用腿挣钱呢 还是用手去挣钱呢 腿可以 就我这么长的腿 你想想 那多合适 你挣钱 你都要再往上踢一跳 行 你瞧这大长腿 你要用腿挣钱的话 你就要做好准备 跑遍万水千山 那就用腿干活 用我的大长腿 现在呀 人家竟然招聘 飞马供销员 就可以赚到钱 你就能自己做老板做生意了 温州的商人全世界各地跑 我相信我会成为成功的一个的 我肯定相信 奶奶 你看我怎么做 一晓 如果以后你碰到好的理财产品了 你会想着哥哥们吗 不是哥哥你想做理财 还是什么 哥替你投资了 投资什么 金条 金条 我告诉你数字一行 这么多 对 你不能告别人 我不告诉别人 现在只能咱俩知道 行 一行 那我进去了 快到奶奶跟前来 隔壁人家在招聘 飞马供销员 飞马 飞马 飞马供销员 不是飞马 飞马腿 行 她用腿是去做供销员 那你说你是用腿挣钱 还是用手挣钱 奶奶她用脸 不许端话 她长得好看 你该多好看 闭嘴 跟奶奶说话呢 别抢话 她们不能礼貌 别跟她吵 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路 那你就用腿去挣钱吧 行 走了 奶奶 你总算回来了 奶奶挡得急死了 隔壁正在招聘 飞马供销员 你去应聘 行了 谢谢奶奶 奶奶 这下我们怎么办呢 行了 奶奶问你 你愿意跟着她打工 做她的助理帮手 兄弟一起做事 愿意啊 可以 可以 那就好嘞 奶奶呀 就把这一桶金给你了 有一个金块啊 你看看楼之前了 这奶奶的一颗金牙呀 明天一早奶奶带着你 咱们到镇上 就去开工厂去 好嘞 把这金牙放好 好嘞 就传家宝 行了 歇着吧 都累了 好 奶奶您快进屋睡吧 好 奶奶晚安啊 哥 那明天我再跟你聊一下 奶奶 你起得真早啊 等着你呢 这有四间闲置的服装厂 如果觉得合适呢 就到管理员那个地方 把钱交了 把厂子办起来 您放心吧 另外还有呢 你那四个兄弟 已经去做了顾销员了 顾销员 你们办起来厂了以后啊 赶快想办法 给他们打电报 把他们手里边的订单 都拉过来 咱们的厂 不就办起来了吗 好了 奶奶您放心 那行 咱们就看房子吧 我明白 奶奶行您放心吧 您回去休息吧 你们好好商量商量 好嘞 奶奶 管理员您好 什么事啊 这房子租不租啊 房子租啊 多少钱一间啊 一个月五十块钱 一个月五十块钱 好您回去休息吧 一斤五十块啊 您这收牙吗 看看 您等会儿在我牙里边 你看 这给我一拳 你看看这个怎么样 你早上刷牙了没有 没刷牙 我就保持原味 这我们家祖传的 金价现在就四十块钱 行 你这最多十个四百块 可以 行吗 四百块 好这是四百是吧 四百 签来一个月的 你接下来签任何的合同 都得盖这个工厂 好嘞 那就祝你黄老板生意兴隆 谢谢老板 你得招工啊 好嘞 是吧 工人灯光这个桥头市场 都会儿有 恭喜啊 恭喜啊黄老板 恭喜恭喜 好多细节 听说你新厂开幕 特来道贺 谢谢 你看我的厂就在您对面 白路 您是白路 今天来呢 一是叫您道贺 您说 二来呢给您带上一份见面礼 有业务 对 我这笔订单呢是需要十条健美库 然后每条呢我给您三十元 每条三十元 明白了 不过呢这批货呢我要的比较急 你什么时候要 我一个小时之后就要拿货 可以 我们这里的生产力计算方法是这样的 一个裁缝 每小时可以生产两条健美库 那么我一个小时之后来拿货 您就最少需要五个裁缝 才能完成这笔订单 行 准时交货 别耽误我时间 好嘞 瞧瞧市场招工了啊 赶紧去啊 知道了 拿好钱 快快快 给这个 招工去 快点吧 你是有什么计划吗 什么 我要逃跑 你要去哪里 我逃跑干嘛 那你在干嘛 那 那 好 这个电视你的嘛 我怎么办 你要不然你自己再开个场 你在旁边努力 好吗 来 先给你五块钱租厂的钱 你不要说话 兄弟 又是一家人 你对我狠一点吗 我做不到 哎呦 对我狠一点 那再多给你一点 先给你一百块创业金 再给你点零钱 万一你要发电报呢 来猪一百零五块 将来有钱就还我 没钱没关系 我走了 我们家猪对我 有了二心了 让他自己努力了 我先找五个工人 有没有干裁缝呢 你好 多少钱你 二十一个月 行 来五个吧 那我们六个人要一起去 要么我们做到同身了 我只有五台缝纹机 你给我说说怎么办呢 就是这样 就家一班那个人就算 当早上跟他们是一样的工作时间 行 走吧 走 哎等等 哎 等一位老板来的 他提 招工人呗 哎 招工人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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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钱先给您 你现在是怎么 你是不是来招工啊 我来招工哦 我现在到了白鹿公司上班去了 啊 啊啊 你到白鹿上班了 你到白鹿上班 你现在是不是要招工人走啊 不是 我们宗旨呢 就是要把你搞话 我给你 每个月五十块钱的工资 而且 如果您把厂子经营的好的话 我把咱们厂 百分之三十的股份转让给你 但是 我有一个要求 就是把他的厂 给我压滑了 干嘛 我垮了 这么简单 兄弟要搞垮我 我不就垮了吗 因为对面有个大厂子 那个厂长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弄个订单来害我 我错了 弄个订单来害我 要我十条裤子 跟你 接着什么单 我都听明白了 把工人抢走 让我赔偿他三百 对不对 我就把三百赔给他 我的厂子就垮了 垮了 这我都接受 但我没想到的是 是让我自己的弟弟来告诉我 我的心啊 现在其实根本没有创业的想法 我就想从这个河里边 一头跳下去 你先说你打多少钱把裁缝请走了 二十一 我二十 我有诚信 你刚刚听见了 这是我弟弟 他踢个大厂子干活 但是他诚信没有 我们温昌最重要的第一诚信 第二就是团结 二十一块钱跟他走 还是二十块钱跟我这样的哥哥走 我一定让大家一起来赚钱 黄老板二十一块五 我们马上跟你走 二十一块五走 出发 真的吗 走啊 时间到了 一出好戏 我们接下来 要去干嘛 看电影 要去挣钱是的 推销健美护 最近我听说一个消息啊 有一个国营的厂 嗯 他们有一笔大的订单 他们厂长特别喜欢打篮球 你呢 可以去那边找到机会 这里有车啊 怎么去啊 这里有车啊 这个车哎哎哎 我和一星哎等等 好了 走了走了走 行 咱去球场去找团长吧 要接个忙吗 好啊 我对着gopro发誓啊 对着gopro发誓 怎么了啊 哎 我们 齐心协理 啊 后边无论遇到什么事 嗯 最后的竞争是咱们的竞争 如果有问题的话 咱们 先保证团队能 对对对对对 哇哎有人真的是在打篮球啊 好啊 跟他聊天一定得有方法 值着问结果可能是没用的 又这是厂长吧 厂长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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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们也是大家远道过来 我们呢 这次呢也听说厂里边有一个大单 我们也想参与参与 现在是娱乐时间 娱乐时间 我不谈工作啊 不谈不谈不谈 对 娱乐时间不谈工作 真的 来 哦 厂长打篮球呢 哦 哦 你们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啊 然后赶紧跟厂长打篮球 厂长 你看您太太谁的 家里边喜不喜欢这裤子 我这 送这裤子 你这给他们穿 休息时间不谈工作 不是工作 现在是休息时间 休息时间 不谈工作不行 不谈这个 然后我说这个给您爱人 媳妇 闺女 你看 对 你瞧这个多漂亮 我们这个产品是很好的 又个当围巾 又个当裤子 对 这就不理 这样吧 咱们规规矩矩的打一场 好吧 你们三个人 我们组织三个人 组织三个人 我真打 我真打呀 三打三 吴兄弟 睡一 乔 你 有点 爱 你 来 你 帅哥 拿着 来 前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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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北比赛 湘北 尝尝 我是一个推销员 来 你当才怕 你这穿挺正规的 这是休息时间 行 不谈议 来 开始 我们翻球 咱们三打三十个球 就我受伤了 准备比赛了 好 全景 犯规 犯规 咋犯规了 你犯规了 没犯规 你刚才肚子撞他了 你肚子撞他了 这肚子撞不算吧 这肚子就长在这儿了 你还不 那他都不能泄去吧 把肚子 哥 大里面去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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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拿着跑 走步 发球 走步 这不是走步 这是跑步 我们这样 基于这两方面水平太差了 不能以进球为技术了 以犯规数为准了 行吗 谁犯规 然后给对方加分了 好吧 这是业务篮球 这咱们怎么弄 真打呢 这真是 真是 是 真是 来 厂长 赶快发球了吧 我撞了 我犯规了 你这是什么行为 我犯规了 你是想贿赂厂长吗 不是 空一分 好 咱们赢了一个球 快 投篮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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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存在利益输送 这个球 刚才我看见黄渤亲手丢给了你 你把人家让人输得很惨 应该能给你吗 要什么定难 穿着媳妇来干嘛来了 干嘛呀 让你们利益输送 走 走步 扣一分 好 你冲撞了他 罚一分 自己摔倒了 长长走步 扣一分 十比四 红方输掉 蓝方赢 结束了 你再结束十比四是吧 你再结束了 我跟你说吧 以前老有这个供销员找我打篮球 每一回都是我赢 今天我觉得不一样 这小伙子我觉得你不错 你是不是也是供销员 我也是 你有什么需要没有 我是来剃销裤子 订单是吧 对 不错 行 你先跟我上车 我先跟你谈谈 走 这个太会利益叔叔 一个一个谈 等着 就当裁判 这是假的表现 对 对 这扯了多少年没做过 我跟你说 你这个小伙子 很有正义感 我喜欢 这样呢 我们厂是想给职工搞个福利 因为你知道 只有健康的身体才能好好的工作 那我们就想给他们定制一批 这个叫健美扣 对 我就是做这个 你说说你的价位 厂长是这样 面对真人不说假话 我是一个小生意人 我就把所有的点交给您了 我呢 成本是27块钱 原来我想卖给您32块钱 但我看您是一个特别真诚的人 我就少赚点 我薄利多销 30块钱怎么样 我考虑考虑 我觉得是这样 刚才报这个30块钱对吧 这个价位没有靠近我这个心理价位 我呢看你这人很公正 再让你报一次 你好好考虑考虑 你报多少钱 这样我再报一次 那我是报高还是报低 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 只有一次机会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这次还报不到我心理价位 我就跟他们接着谈了 看谁能合作上 您有可能是在考验我 总之反正我按照我的心 按照我的初心 29块9怎么样 20多块钱和30多块钱是不一样的 29块9 数字也是特别好 而且它是 行 谢谢 就这个价格 谢谢 多一分 我不要 好 少一分不好 谢谢 愿意跟你做这次合作 好吧 谢谢 我们这个情况是这样的 一共我们要60条 60 分三个月公完 你一个月给我公20条就可以了 好 好吧 把合同给我 来 放心 长长 我保证完成任务 一时两分 这公平竞争的事 你看看这些人 好了 一斤300块钱 合作愉快 快点了 全靠脑子快 来 船长 跟你们说个信息 就在这旁边 有个建设路商场 那边有很多外地的客商 很多订单在那边 你们过去看看 行 那就这样吧 别麻烦船长了 那边你们去看看 再见 再见 现在订单下来了 制作我得找一个地方 电报 您好 电报 您好 您是说好了吗 对啊 童子 要发电报吗 找我们就对了 你看最新的VIO电报箱 是目前最新最潮的科技 你把电报交给我们 绝对可以放心 马上送达 送您的电报 麻烦你签收一下 这是谁发着我的电报 黄磊 带订单速来 共创未来 好 我们现在就等我们的兄弟 带订单回来 我的财务总监 坐坐坐 我要跟您说一个秘密 就是如果最后的赢家是您的话 那你可以引走所有的金条 那如果不是您的话 我也帮您投一个宝 我刚好就是投了小猪哥 所以如果说一旦我们处于劣势的情况下 你就要保住小猪哥 对 我赢得良吗 赢得良嘞 四货 四货 不是四货的 十货的 四货 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红磊 往前 你和小猪在一起呢 对 谢谢这样 红磊 你有没有订单吧 有 咱们合作 你完了吗 你订吧 你多少钱一条 三十 三十一条 太贵了 那算了 我成成本价 这是成本价 你希望多少 二十一 那你毛利赚多少 两块 真的假的 你要多少条 六十 你要六十条 我现在生产不出来这么多 我一个月只能生产十二条 那你这样吧 你让我多赚一点 二十块钱一条行吗 咱们现在成本一百三十二加上五十一百八十二 一百八十二减去两百 咱才挣十八块钱 那不行 我们挣不着钱 挣不着钱 挣不着钱 差一块钱 二十和二十一有差吗 有差十二块钱 两百四十块钱十二条 做是不做 我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不做 那我走了 你走吧 真的赔钱 没有订单怎么办 没事 那我就等着接着生产 我等着别人来 我告诉你再过一小时 这东西过时了 不流行了 赶紧吧 两百四十二条 挣的钱差不多 来吧 两百四吧 对可以 赚了大赚 没想到我做生意这么厉害 我要制作不当业员 他绝对不是二十三 但是他挣吧 让他挣点 对来 一手钱一手货 给 货在这 给 开招 莱莱 你和小猪怎么开个厂 奶奶给了我们笔钱 让我们开厂 怎么招的人 就这么招的 一月多少钱这些人 就写着明晚 我们这工商给规定 你必须写 不能下来 你好 你好 我大概给了 我开个厂了 赶紧速度我 我还有插八条裤子呢 这个月 我现在来租铺子了 我这样 红莱你租一个就租一个吧 我再租两个 给你没一个 我不是那种 行 孙老板要哪一件 我就紧挨着吧 紧挨着 行 三百块钱我就剩十块钱 你要找工人 开店 又没钱开通店 完了 完了 他们日的日期已到 我是来收货的 你要多少条裤子 二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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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八条 冷不冷 这不是十二条吗 红莱 红莱 你差八条是吧 红莱 我可以救你 那你要告诉你多少钱 我才能给你接往下盘 你就接我的盘吗 不接 你多少钱一条卖给他吧 二十九块九 你刚跟我说的二十三 一条长了六块九 你自得不自得 六块九 你现在想我这个八条裤子 这多少钱一条卖给你 好厉害 这样啊 你再给我一百八 你还能挣一百吗 可以 可以 给你八条 成交吧 你有一百八给我 一百二给他就行了 您点点 一百八你数数 十二张 十二张 好货你拿走 好的 谢谢老板啊 您慢走 借钱借钱借钱 一百三事 谢谢老板 我给你们再涨一次工资 二十二块五 好 那还是继续招 对继续招 好 这就建设路市场了 有限舞台 无限精彩 汇集天下 展现商机 这是在要谈商务 欢迎各位供销员 你们将要参加的是一场全国性的服装展销会 咱们在座有十个大型企业代表 你们需要做的就是一对一 跟他们交流 争取订单 一般有限 先告先得 你好 你好 很简单讲就是说我们这有一个特别好的产品 然后看您现在这有没有需要量 而且多少钱能给一个吗 这样子的 你今年几岁了 我几岁了 我二十七了 正好我今年二十六 年龄相仿 就是 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女朋友 这个 先乖乖再聊 我先说这个健美裤 不是 你想先要交个朋友 这样才知道你人品怎么样 交个朋友 这样我才可以更好地买你的健美裤对吗 我们就当一个朋友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女朋友 是不是 那我想问一下 你是你们工厂的正式工人吗 我 如果这单做成了我就睡了 那你有没有自行车 你先让我了解一下 你平时喜欢看什么电影 你平时喜不喜欢爬山 你心里下为多少钱 多少钱 我觉得你真长好帅 特别像我喜欢那个偶像 你心里下为多少钱 我们的订单不限数量 不限数量 你有多少 我们就要多少 太好了 那就正好 但是 我们价格是三十块钱一条 三十啊 我们成本就三十二 但是我们的老板还说了 再多要时间的话 你的价格就必须要再减一半 每十件就减一半 那这生意没法做 你现在十条是三十 我二十你就变成十五 我要三十的话你就变成七块五 你这玩意就没法弄了 行了行了不聊了 换人 你好 你好 你是哪里人 我是湖南人 你是湖南人 对对对 我也是湖南人 这是湖南哪里 湖南长沙 我湖南岳阳 我给您推销一下这个裤子吧 这裤子成本价三十二块 这个裤子的质量啊 缓涩了 我只能给到二十七块了 现在 二十七块太少了 因为这个我们的成本价真的就是三十二块 不能再低了 哎呀这样吧 中间价三十 你要多少条 请定三十条 你就加一块 真的加一块我什么都不想 就这么完就可以了 就签订单就加一块 这一块钱对于我们来说真的 我就一让步了 我跟你们没说假话 就是三十二块钱我们用的成本 就多占一块 行 来 哎 咱们就好的吧 好啊 好啊 咱们就幸福百分之二十给你吧 就给你二百块吧 行不行 哇 谢谢 哇哦 签合同了 哎 我签合同了 你看 从颜色到质量到弹性 这个是最佳的选择了 而且我跟你说 这个它有很多的作用 然后吃饭的时候呢 往这一围 它成了围嘴了 然后平时往头上一围 它就成了一个围巾了 你看 就特别合适 还可以当裤子 把它截断了 还可以当套袖 你想想有多好 先来一小批先试一试 试一下 好 那您的心理价位是多少 二十八块怎么样 有二十八块不挣钱呢 三十二块钱您觉得怎么样 我也实实在带了 也不跟你网上叫 那行就这样 太感谢了 那你定金怎么去 定金先给我们百分之五十 好 好 好的预范 谢谢 你看我们同时 大家一块出来 人家都拿着订单了 我到现在没拿着 我不是要你可怜我 我就是说 我作为一个创业初期的一个年轻人 我需要机会 那现在我们是这个情况 我们这个店呢 现在是就是说放一条卖一条 但是我不可能是先给你定金 但是只要市场反应好 数量无上限 没关系 你现在你能拿多少条 我先在人家看一下市场反应 行吧 你放心 你从我这卖的 拿的货你一定好卖 一定好卖 真的 哎呦 哎呦 哎呦我聊了半天 我终于见到单子了 我不行 不行 我现在 您先大概看一下 我们这凡定金是不给的 就是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条款在这 好吧 不付定金 行 不付定金 各位老板 本月条头 人力市场已经开放了 我现在想招六个 但是工资呢 我不给你们谈 我给你们谈的是合伙人 就是你们跟我一样是老板 股份之额 我们是打工的 还是感觉开工资比较 工资比较实在 后来哥 来来来来 我的经理人来了 我终于被放出来了 怎么了 你不当厂长 我出不来 我的订单情况是这样的 我看一下 六十条 现在已经有二十条了 已经卖出去了 我们现在有现金余额是 一百五十六 不够 咱们现在钱呢 总量肯定是不够 大黄一哥跟你说个事 是这样 咱们这次啊 光你赢 还不算真的赢 每个人啊 都会把自己的钱 投保险 投给另外一个人 你投的那个人 可能赢了 才算真赢 我把那个钱 投给了一星了 因为一星他单纯 他可以跟咱一起联合 咱可以把他的钱 全拿过来一起经营 这是第一 还有 咱还得找到谁投的咱们 因为投咱们的那个 肯定他也希望咱们赢 对吧 咱们再把他们钱要过来 这不资本就扩大了 那我们就可以多雇人了 是吧 我本来是想给他们 22块5的工资 但后来一想 我就想让大家多赚点 给他们少开一点工资 但是让他们 就为咱们的合伙人 可以 这个没毛病 这样咱们一起分红 这样以后会赚得更多 对 可以 好不好 12的底薪 然后三块钱 作为入股的其中一个基金 反而还能分红 另外我们把那个股钱写在里边 大家都是合伙人 现在行满意了吧 那我都给你走吧 好吧 咱们13个人 13个人26条一个月 两个月就生了52条 然后咱们这个本就回来了 对 然后咱们52条 一方面去找一星要钱 另外一方面咱们做出12条 对 跟其他组说好了 咱们低价这12条卖给他们 把他们的钱换来 好 好 厉害 对 实在是高 对 这样的话就把资本盘活了 哎 我发现咱俩这个杂当不错呀 必须的 哎 装不下这么多人呢 先等一会儿 先进三位 好 其他人原地休息来 坐在门口的板凳上 一样领钱 一样领钱 哈哈哈哈 呦 哎 我来了 我这次过来就是帮助你 哎 我告诉你个秘密 首先第一 压着谁把他去刷 他 我压着他 他怎么什么都知道 对啊 因为他的那个经纪 已经来过一次 经纪你跟他说了 但我去不要告诉他 我不告诉他 我先告诉你好吗 对 好 好 好 你们去哪了呀 你们这一上午 我们去送钱一件了 你要多少订单 我订单可不少 那你给我点订单 我给你个厂子 哎 我这工人成本12 他那工人成本是22块5 但是他那工人是带着股份的 他要分他股份的 给工人股份了 工人做的更卖力 活会更好 给孙厂长工作开心不开心 开心 开心不开心 开心 你看看这气势 而且我们人数多 我们这边13个人 你只能给他打工 我给你一个厂子 我们先单独先设一个厂子 你打他多少钱卖吧 咱俩现在别人说 厂子这个租金 50块钱一个月 你把这房租补给我 我租了两个月的 100块钱 然后你把你订单给我一半 订单给你一半 对 我订单给你一半给不了 那你有多少个 我先给你10条 不行 我不够 我最少要20条 最少要最少 不然我就经营不下去了 反正你没厂子 没厂子 这确实是个问题 我商量一下 我们俩68根金条 现在我们得把咱们的现金 集合在一处 扩大生产力 你现在能有多少钱现金 没有现金 你没有现金 别跟他弄 他那全骗人 一分钱都没有了 当然都在伯格他们那里 你跟他们结盟了 没有什么结不结盟吧 大家都都是好朋友 都是 我们这边有工资的工资要发了吧 要发了 万方应该分给我们的 人力成本低 你没订单 你弄那么多人干的 大家一定要团结 你记住 我想问大家一句 温州人为什么在全世界做生意都有名 团结 信誉 我问你 诚信诚信 有人在吗 在 我们财务总监人在吗 在 你们人在吗 在 人在 什么总在 在 来来 结账了我这边 22块5的结账了 来来来 我们现在一共有八个人 22块5 一共是180块钱 好 主主是不是说 谢谢老板 我们相信的 好嘞 他这么多钱 快老板 房租来了 来了 真有钱 真有实力啊你这 150 150 对 12345 150 房租 快你给他要啊 要钱去吧 稍等一下 我先把工人工资罚了 现在给大家先吃饭钱 养家子钱 13个人 每人先发10块 这是我们 我们还有钱 我们还有这个呢 卖完就给你们 卖完马上给你们 你好 来来来 先来收货 好 先验一下货 对 危机度过了 喜怒不行于色 然后 合同上为款是 598元 大家看见了吗 看见了 开心吗 开心 孙老板好吗 好 好嘞 哈哈哈 来 大家发工资了 谢谢了 谢谢孙老板 好好好 加油大家 你好 哎 多少钱 五十块 哎 红雷哥 我们合作一单吧 啊 如果这个钱他全部付完了以后 我拿多少你拿多少 五五开 一人四百六十五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成交赶紧 是啥 一个小单 三十条 三十条 赶紧给振奋一下员工的军心 对 看看啊大家 又来了三十条订单啊 好 鼓掌 好 我们有生产力 所以不怕订单 咱现在思路是想尽一些办法 把订单拿下来 甭管高低价格 然后他们之后没得谈了 咱们说什么价格就什么价格 好 那我听你的啊 对 加油加油 把王迅的也拿下吧 王迅 咱们聊一聊 订单给我们吧 怎么分成啊 五五五五啊 迅哥到时候你跟一星一样 一星挣钱你也挣钱 咱们组织成一个大的商业联盟 你想想我们工人都是合伙人 我们帮转钱 你看我们咬这么多弟兄 还差你一个吗 雷老板 为我 雷老板 为我 怎么样 行 那就给你了 这单子 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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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来一单 咱们现在实力非常熟 是吗 你现在有多少工人 十三 我总觉得你们坐不过来呢 坐得过来 算 到时候 你不能单算咱的账 生意是一定要全盘考虑的 对方没有订单 早晚会垮掉的 他生产不出点就多了 他现在只有1月26天 他订单自己还有20天 所以他只能完成别人6天 总会有人过到我们这边 那这样 不要熬上了 二条裤子多少钱一条卖 四十 那这一定卖不出去 二十二十五 二十块钱 一条 最少二十五真的赔钱 因为你后面房租都交不上了 那我就破产了 那破产干嘛 你在我破产之前你们先破产了 因为你没交这个月的货 二十五 我要 给你 然后房子哪 五十块钱 你最少补我一个月的房租吧 我租了三个月的房子了 你租了三个月房子 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我是替你租的 要不你永远没房子 你这都到最后一刻 马上你就有一线希望了 那先五百五千成交 来赶紧你拿现金出来我就给你 行 赚多少钱 你给点一下 你这么没整钱 我这给你这显得多吗 差我四十 差四十能先欠上吗 行 你说什么就是 去兄弟 兄弟兄弟 好 那四十块钱你不用给我没事 我就当那店铺送给你的 店铺哪别别 你少给我四十 我就给你店铺送给你 不你就当这个给便宜了点 都行 来 咱到这过户来 老陈 我把我那铺子 最便让那个转给他了 我来了 你是资产投资人 太棒了 我一直在这等你了 对 咱俩得好好聊着 可能有些事您不知道 我们之前不是有精巧吗 作为资产的代理投资人 我们想职责 就是利用你的财富 去投资一个可幸之 最后获得大收益 你投的是谁 我觉得靠我们的努力 就可以获得收益 所以我投的是你 做这个厂赚到钱 是 军人我们都去哪招啊 没到招工期 到了招工期 我们下一体公开招工 没有工人 哎呀 不好吗 罗警李总算找到你满市场 你看错人 没有 就是你 满市场找你 要给你汇报工作 怎么了 怎么了 本路服装场倒闭了 城长带着钱逃走了 就是他 您这样 去 他去 来 去 他去 来来 去多少钱 来来 别急 别急 慢慢来 我也是受害者 对吧 老板跑路 我知道你我都很痛苦 老板走了对不对 他也请我钱 那没办法 现在你是经理 我得找你 你要钱 钱多少钱 一个人20 24个 480 480对不对 对 好 改天给你们 不行 我们就要现钱 我们就要现钱 咱们现在把工人买回来一批 可能挣更多 我们私下去商量一下 商量一下 咱们现在有13个人 对 那找7个人 凑20 找7个人 7个人 跟我过来 咱们担心商量一下 你看看 他们现在已经 马上破产了 这样 你们7个人 我来接手好不好 你们作为合伙人 看看这都是 有股份哪 有股份哪 先发你们一个月的 一半工作10块钱行吗 我们一块度过难关 好吗 我们现在产能是多少条了 现在是一个月产能 40条 40条 上个月还上6条 49条 再招10个人 再招10个人 我呢 不能替他还这480 还480 我公不起大家了 除非你们愿意呢 免费干一个月的活 一个月后面开始发钱 赚到钱忙还你们 好不好 免费帮他干一个月 好 你们去那个房间 我们现在有26个人吧 20 我们一个月有52条铺子 可以 这边布置还缺人是吧 缺人 10个人 剩下的去 去那个铺子 10个人 那咱们现在30个人 每个月60个 我觉得是这样 我们的订单肯定能转上 联合黄磊 只要不出货给 黄霖哥 黄霖哥基本上就 给朋友玩 对啊 来了来了 呀呀呀呀 不怕事不怕事 收货了收货了 收货了收货了 收货了收货了收货了 老板 哎我来收货了 走着 货有了啊 我们现在一共是 46还能鱼一条 这是我要的货 这是您的 哎呦呦 喝了 哎呦呦 这太厚了 这这这 哎呦呦 哎呦呦 啊 这不甭甭说了 相信您这点点 保持见黄老板 行 帮走 钱货两清 啊 周老板该您了 哎 你剩下的22斤 卖不卖 不卖 那 那先把我的订单赔了吧 你这 不不先把我的那个 把它交货吧 员工还没拿到钱的吧 没有 没拿到钱啊 哈哈哈 你给我 别急啊 别急别急 给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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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急 新欠就在啊 一堆一堆的就涌上来了 哎呀 哎是场子铺调的大呀 为什么这么多人恨咱们 因为咱们 咱们转的比较多 差点就赢了 我以前人员挺好的 为什么你一来就这样 不是 是 狐嘞 你找了个啥军师 哈哈哈 拜拜吧 还是没赢 还是没问题的 首先我们一张张来截 先把一星的 先把一星的先截了 三十个截完啊 对行 你把三十个的那个钱信给他 四老板货还没截 四老板货在这儿啊 对 好三十这样 四十六个先截三十的 先截一星的三十 三十条 九百一十元 对吧 那他能付罚款是吧 能付能付 周转的开 很紧张 此时的情节犯人很紧张 赶紧卖给我 你卖给他干啥 那我这裤子都没用了呀 迅哥 雷哥不卖给雷哥 你的钱黄了 您告诉我 赶紧劝 赶紧劝 我又黄不了他 他不卖给我 我给你 卖了吧 卖了 卖了我这儿 应该就能挣入钱了 22条给你的 好了 赌卖了吧 三十五 二十二条 这给您的 七百 七百 七十 结账 好 获给你了 再结一比三十的 对 又能完成一档了 再给我们九百 这是一批网络期货 这怎么变成期货了吗 凭什么到我们这规则就改了 我们明明有货 为什么你不给钱呢 你合同上如果写着期货还行啊 您先大概看一下 我们这儿反正定金是不给的 就是这么一个条款 在这儿 你没写呀 说写了 啊 写了 王炫 我是不是也把你眼镜在收了 但是我告诉你 西货得给定金 西货 西货得给定金 我至少得给我定金 西货得给50%定金 没笔订单已经给了定金了 我没见着 没见着吧 没见着 没见着吧 一无所有 没见着吧 没有 肉连厂还有二十条 孙老板能拿得出来吗 对不起 没有 现在如果交不出货 罚款三百 我先把工人公司发了 咱们再说罚款的事 好 我等你 弟兄们 好吃好喝 债权不能穷无人了 我们现在已经是最大的债权人了 现在外边欠我们债呢 好吧 肉连厂的订单是不是没有 是 创罚款是不是交出来 交不出来 行了 等着吧 好 创罚的园去了 创罚 创罚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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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来了 哎 怎么了 孙老板你怎么回事啊 他说你交不出货 啊 我要锁门了 锁门了 倒闭了 就行了 我们该怎么罚 怎么罚吧 那我锁门了 认罚 倒闭了 赶快要工资啊 工资给完了 怎么呢 工资给完了 分红咱们都在期货里面 一定要坚定 一定要坚定 谢谢 好吗 感谢王总 谢谢大家帮助 各位老板 我刚刚接到电话啊 我们正常生产的这个健美库啊 在这个订购会上是销售一空 我们的外贸老板问咱们这里 还有没有健美库 有 有 期货 期货 他们今天晚上就要回去了 如果你们要拉订单的话 现在赶紧去金阳集装箱码头 去拉订单 去拉了 走走走 请男人帮前往金阳码头 寻找你们的财务总监 他们会告诉你们如何竞标 500条健美库的外贸订单 走 总监 财务总监在哪儿呢 哇 这里 有点那个追击站的味道 对啊 这有点意思啊 我怎么当地的吃鸡呢 这是那谁他们家的 这是谁家的 这 这不是我们家的 那么大呀 这哪儿找去 有人吗 哎 哈喽 哈喽 我找到了你 那这个箱子就是我的了 是吗 对啊 我接到命令 只能把它给王迅 那是需要你找到他 没找到他就没办法 这就属于我的了 包括你 接下来也是跟着我玩了 我现在是你的 对啊 那我就跟着你 你跟我吧 好 明天跟我来 好 那我们 那你这样 我在前面 你在前面 找你 我找到另外的人 我就过来找你 我在这儿吗 对 你就在这儿等就行了 我一会儿就过来找你 好吧 好 好 这个是王迅 先藏进来 没有吧 哎 哎 哎 王哥 哇 见面了 心灵感应 就是这样 亲爱人我一步一步走了过来 你好 哎 那是那个洪蕾哥的 洪蕾哥 哎 你的在那边 你的在那 快去 你的往这边走啊 马上到了 你让他踢寒 你看我和小猪心有灵犀 哎 你看我和小猪心有灵犀 等你好久 怎么了 交给你的 哎 来 来吧 这样看的你 橘色帽子啊 啊 这要历死我啊 啊 他们的人都找到了 就我们家我没找到 天呐 气死我了 我跑乱天了 哎 逊哥 韩姐 哎呀 找到你了 找到你了 咱 狭路 狭路 刚刚 太好了 快快快 刚刚 这博哥让我来这 是吗 他梦你的 你快告诉我 什么什么 什么规则 我现在拿了个箱子 里面有你掉的东西 我们找个地方打开吧 在对手身上盖章 即可开启一对一竞价 低价者获胜 价高者 直接淘汰 获胜者 可继续竞价 最多竞价三次 三次竞价总额为100 最终留下的人 获得500条健美库订单 订单成交价为 5次竞价胜利价格的平均值 我们等于是有100 对 价低者则 那最低就是1 你如果我们现在是碰到对方的话 你说我们第一次出几 我觉得第一次就尽量出低一点的分数 先保证一下 对对 第一次先出个1 对 但你第二次不能再低了 你再低底下留的数 还剩你出个2还剩97呢 对 你必须要用满100 还是第一次我们就先冒险 先能去掉点去掉一点 从来我这个思路是这样 因为咱们盖这张机会其实不多 你每次盖一个就得淘汰一个 要么咱们就被淘汰了 那咱们先躲 今天咱把其他四组人全部扣干 咱今天耗时间了 快跑 让他们五对多对厮杀 厮杀完咱们鱼翁得利 快走 那比如说能躲一开始就躲 对 躲完了以后呢 实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出架 对 就跟他比低呗 对 在关键时候我会保护你的 没问题 看这个张过一会将会出现在 谁的身上呢 前面净哥 先保持安全距离 我们啥都节目 不 有 有 没有 我只是增加一点节目的趣味性 你知道吧 要不然太平稳 你知道 别害怕 那么有必要这么玩吗 红雷他们呢 不知道 看到红雷他们了吗 没看到 来 博人 咱别动啊 咱就在这藏着了 再话说 你还跟着我有什么用呢 没有我 红雷哥 没有我都辅佐 你怎么能登上大位啊 但是你毕竟让我破唱 不是我让你破唱 是那不靠谱的管理员 弟弟 反正我们两个前是平分的 所以我们两个谁赢都是一样的 对 对 我们两个对吧 我们有签一个 你是投我吗 对不对 对 而且呢 他们三次出价不能超过一百 要刚好一百整吗 对 所以他一开始出价的第一次跟第二次一定是很低的 对 那第三次见到面了 哇 他已经一定是高价 所以我们就专找第三次的 对 我们先躲掉第一次 好不好 还有一种是这样 嗯 我们两个并排在一块 谁把你盖了 弄完了 我就直接盖他 直接盖他 反正最后我们俩是平分 所以无所谓 何理啊 两个总监 你们去侦查一下 他们敲过了就告诉我们 然后呢 就说找不到我们 嗯 嗯 我们现在这样 嗯 我们发起一个未知共享 那我跟他一起 然后我们就不话机通话 好吧 我们先试一下 好 加油 哈喽 哈喽 有 好 走吧 所以我们两个现在 就是去捣乱嘛 然后侦查一下 他们有没有比拼 对 顺便了解他们的位置在哪边 然后就可以告诉他们 那边给阻止谁 啊 黄渤 黄渤老师 黄渤在我们这个位置 我站一下 这怎么脱离了 哎 你们这跑哪儿去了 我们 找不到 找不到那个 找不到我们的人 找不到 那就跟着我们一块吧 好 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 谢谢黄老板 工资饭吗 工资饭 绝对的 以后只要跟着我 吃香的喝辣的 好 就这么定 这样啊 没问题 就再见着 以前的咱又 咱又不反悔了啊 哥 你们直接互相竞标了吗 哎呦 这这这有别人 这有别人 不是 这已经都是我的人了 没有 我们找不到人 找不到老板 你们怎么跑出来的 所以 就因为找不到啊 不会有 那我们这样 那个 你先香的 香的 香给我 我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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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你现在认定 就是我了 是不是 那就拿着点诚意来吗 对 都一样 这里面就 里边东西呢 不知道啊 啊 明白了 这是被放过来的 没有 有炸 手上没有积分牌 还拿着手机呢 可以发点位 哪里有手机啊 赶紧让他们消失 积分牌没有啊 好像没有用了 你知道啊 那么如果没有积分牌的话 是吧 嗯 那我们去哪呢 我们想无家可归啊 黄某哥 高智商的人 不要玩这一套好吗 哈哈哈 来 我们都不是小朋友 要跟着一起跟的 我赶紧发 我赶紧发讯号啊 你不要说 我赶紧发讯号 我们现在跟着黄柏 快来快来 看 我刚才发信息了 再报告位置了 哎 你没有手机啊 可以没有 你没有手机啊 看了吗 箱子里边东西都没有 你想想 不过你放心 我会保持一个 安全距离加分吗 我已经 我已经暴露了 我已经暴露了 看看能不能快点过来 哦 叫我们速来 好来了来了 你看看定位 看见定位来了 来 怎么个情况 我们暴露了 等一下 什么叫暴露了 黄柏就可能过来了 黄柏跟张艺兴结盟了 哦 对 他们可能过来了 那我赶紧走了 我去找小猪 我们把火力引走 我们把火力引走 走走走 再来跑了 去会合了 走 他们过来 小心两边 你啊 你啊 黄柏来了 来了吗 这有没有意义啊 我没追你们 我 我去找他们的 可是我们干嘛 他们人呢 找不到 失去联络了 其实他们要是聪明的话 对吧 抢走了我的手机 就能够看到他们的位置 可是他们抢不走你的手机啊 对啊 因为跑得坏 看跑到哪了呢 保持距离停 有话说保持距离 我没张 你们找到其他人了吗 没有 应该藏下来了 藏起来想让我们先消耗 我们提议 三个人先一起把他们找到 可以啊 然后我们再做其他的决策 哎没问题啊 那我们就一块过来找他们 然后然后这两个在外边 也就是他们在看我们的情报 然后他们躲下来 对对对 好 把他们来抓起来 我不会先假装问问题 来跟你们谈个事 波多波说了知道你们入伙 小心点 我们什么还一定有什么想法 我们什么都没有 不可以省省省省省 促使我们见到面 其实是一个好事 他要使暴力见 收起 这就是我们强大的素人 你知道吗 黄磊哥你要是看到这一幕 你记得要给我 不要交手机啊 周老师 你知道我们找每一个有强势的素人来 他的特长要得到发挥的 你知道吗 对 对 骗了 看到了 对 骗了 看到了 哎 来来来找到了 来 在哪啊 来 来我们走这边结吧 一起两边这样吧 弟弟 还有一种我们两个可以互相救的方法 就是我们两个先盖章 等一下他们来的时候 我们把一个大的先输掉 这样我就还剩下小的 哦 你弄个98 我弄一个97 然后我们就一亮 亮完之后 我就只剩下三 嗯 然后就没关系 他们就跟我比 我就弄个二 八 盖盖完之后 我还剩一个一 如果二我输了我就活该 他们第一下一定不会用二 不一定不会用一 这样我还剩下一个一 就搞定了 我就无敌了 无敌了 对 厉害啊 哈哈哈 啊 两人已经精湛了 对 我已经干了师父 你要说五十吗 想想 好 好 50啊好你赢了啊 我淘汰了 你刚刚跳了吗 你刚刚跳起来了吗 没有 哎我干了 你用99 你这边都看见是3了 你是40多了 都看见了 你这讨厌你 人不拍不完了 你非说说 哎那看热闹的进来吧 别再盲盘站上了 先看看 进来吧 先先看看 先了解一下 好 好 我打算放出最最低的价吗 3块 我哪怕自己赔了 我也跟他拼一下 3 2 1 好小波你赢了 哈哈哈哈哈哈 好了 既然你是赢家 我来了 哎不不不我拿了 够 你这你干了两次了啊 你得节约啊 我不能给最后一次留的 留的 留的数太大 你得记一下 他们俩谁胜出 咱就得干谁了 3 2 1 那就只有我干你了 你快走吧 你现在现在 你现在就活下来了 你现在就活下来了 你还剩这77也是 你死数了 你不知道 现在就是不能让 你快走快走 你让训哥盖你了 你快走快走 你已经活下来了 训哥现在有三条命 20分钟后 我们的船要开了 谁说过在20分钟之内 没有绝出胜户的 全部淘汰 这好 这好 不是躲还不行了 20分钟内必须KO 客户要回国 那赶紧吧 那走吧 那走吧 那追吧 现在我最后一次机会 咱俩结个盟 但是最后的钱 我们共享 肯定的 可以吗 一开始说后呢 咱们三轮车上都结了盟 我现在用我这个最后一次 我消耗它一次 好 我肯定输 好 我消耗它一次 我让它出出点小的 后边你赢的机会 你看 哎红磊来了 在那里 来了 你看他们也来跟咱对决来了 先干 咱先干黄渤吧 好 先干黄渤 等候黄渤给我打电话 来红磊 啊 啊 哎 你说 我就剩一次机会了 所以说你的你的胜算极大 我只要出色一次 他眼神不醉 他肯定来骗人来了 我不想跟你接触行吗 你这我们这兵王 刚才有一个想跑的 咔咔按地上 别别别别别 对决对决对决来 这是实了 反正只能这样 反正就这样了 这 只能复这个 复这个稳赢了 咱们也被他黑了呀 耻辱啊 他剩几次机会 他说他剩一次 你们仨怎么会被淘汰了呢 比来比去的就输了呀 比掉了 比掉了 他输一次就输了 好 明白了 咱只剩七十七了 但可以把前面的先翻过来 拿一个手符 对他个认识 好了 我出完了 出出出 出 我已经出完了 好 你还有几次机会啊 一次了 不要相信 不要相信 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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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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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出 你几 他一 77 你赢了 他真出一啊 我这已经出了两次了 我怎么可能到这个后 还有一呢 你只有一次机会了 去去去去去 好了 干上了 我知道你活着的 来吧 好 来 我们俩PK 最后拿到这笔订单的价格 是五次出价的平均数 大家都在比小的话 最后加起来 这笔订单的价格 就会被这个小数字拉得很低 你还有两次机会 还是一次 这个你猜 这个你得告诉我吧 你猜呀 洪雷哥他最后一次了 应该是 他是最后一次了 应该是 你也是最后一次了 那我还有两次呢 咱们还有两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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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这只剧着 哎呀完了 这只剧着 研究的 那我们先 只能这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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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他不了解情况 我跟你说 他不知道我是第几次 来吧 来吧 一二三 走 那你赢了 你胜的就是这个 他们都商量好了 没有 他有个东西叫田季赛马 你知道 我就是那个又的马 但那我们去之间呢 去之间 你去之间 你去之间 哈哈哈 王旭 你尽管你的层层努力 你成功的成为我们的健美库之王 来 这就是奖编 请把它套上 这是最流行的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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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啥玩 他就是健美之王 哈哈哈 温州第一届外贸服装竞标会 500条健美库叮单 纵标人士王旭 好 恭喜你 我和一星还有博哥 我们仨在山头上就结了盟了 所以后边其实也是有战术的 所以是我们这个集体的胜利 但是也未必是胜利 啊 因为最终成交价是你们五次净价胜利价格的平均值 哦 平均 第一次净价胜利价格是50元 50 第二次净价3元 第三次20元 第四次1元 最后一次胜利价格是1元 最终的成交价格是15元 15 哎那么赔大了 哈哈哈 透出我们的市场管理费啊 税费和工人工资按照成本23元来计算的话 一分不赚 还赔 恭喜迅哥为人民服务也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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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良心 今天最终获得胜利的是黄磊老师 哦 我们的金条将会作为一个纪念品折算成4000万 来送给大家 4000万 哦 也是送给为了体验温商不易奔波了一天的你们 现在我们就把4000万送给你们 哇 这什么情况 温商的精神就是行千山万水 用千方百计 吃千辛万苦 说千言万语 这就是温商的精神和温州商人的精神 4000万 哦 啊 这个4000万 4000万 4000万呢 李清情义重 哈哈哈哈 好 那金条是不是赵立导演给我们一人得送一根吧 我们12个人 好的 说到这金条的问题 今天陪伴你们的NPC 都是在温州当地真实的打工经商的商人和工人们 你们的钱已经当做劳务费发给了他们 哦 好好好 感受了一天我们经商确实没头脑 这也有头脑的但后来发现其实这个还真不容易 其实能到今天有了这么大的名声 温州的商人 其实是一代一代人互相协作团结 努力出来的结果 啊 体验了一天 我们也向他们学习 好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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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喊一下吧 来 新年疫情 改革先行 极限挑战 这就是爱 哇 哇 哇